雷艾伦名人堂典礼调侃 点椎和丰富一笑自己的讲稿 往往这样很容易是让现场轻松愉快的气氛 其中一些调侃太经典 太幽默 把听众求你笑喷 今天又有四位著名的球员入选名人堂 他们是基德、希尔、纳什和雷拉伦 同样 他们今天的演讲 也获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而其中三句调侃 点燃了全场 令人很负 基德了在演讲中 把眼睛转向昔日对了诺维茨基说道 德克、诺维茨基 当时是我带你飞的 我知道这一点 所以不要再往外边发推特 说是 你带着我和士蒂夫那是飞了 基德的话引起全场一片笑声 诺维茨基笑得最灿烂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前两天 诺维茨基推特上写道 我正在去斯福林威尔德的路上 为我的兄弟纳什和基德感到非常的骄傲 对我来说 很荣幸能和两位名人堂球员打过球 但是 很遗憾 一起打球的时候都不是他们的巅峰期 以死基德和纳什老了 而自己正当年 基德抓住这一点调侃一下路维茨基 希尔演讲词中有一段说道 如今 我很幸运 我们很幸运 能够以名人堂的身份加入到你们之中 这意味着 杰森基德 雷伦相比我而言 我可能已经说的够多的了 我觉得其余人会简洁一些的全场大笑 但是 我想要感谢各位 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善地保佑你们 希尔调侃纳什 纳什的演讲稿相对其他人要短一点 奇怪的是 纳什平时是一位最能说笑话的人 这次演讲 就全是感谢 感谢 把所有人感谢了一遍 笑声最不多 但是掌声震耳欲聋 看来严肃的时刻 纳什是不说笑话的 雷阿伦演讲词中一段调侃你了的话非常经典 阿伦说 米勒 要帮助你是不可能的 米勒会抓住你的胳膊 把你拉向一边 他自己又跑向另一边 然后教练就会冲我发火 全场笑 我说 教练 我在大学里没学过这个 雷阿伦这段话刚落音 现场笑声一片 一些听众禁不住笑出声来 的确米勒在比赛中确实经常有这个推远的小动作 据利说 1995年在神奇的米勒时刻 米勒推倒格雷格 安东米 球迷一直认为这个动作是犯规的 还有更经典的是1998年东部决赛 比赛还剩几秒钟 米勒突然从左边底线穿出 乔丹向前阻拦 米勒用双手朝乔丹 胸脯上用力一推 导致乔丹失去中心 而米勒跑到右边空无一人的接球 三分跳投绝杀了公牛 记得后来作为TNT评论员士蒂夫科尔还真 门追加了这个问题说 他米勒在98年第四场推迈克尔乔丹那个呢 米勒很不服气 很快回复科尔说 没有 乔丹也是去平衡了 笑 米勒推乔丹这个问题 一直在球迷中间 成为一个久久争论不休的问题 也是联盟蠢疑的一个问题 所以雷阿伦又拟了这个经典小动作作为调侃 能不引发哄堂大笑吗 因为他有概括性 历史性 太经典 没想到平时很少说话的雷阿伦 竟然还是一个调侃高手 笑话说的这么经典 当然雷阿伦是穿了乔丹的光 大白和乔丹有过推推仿仿 悄悄打倒的 都成了历史经典 所以说伊赛亚托马斯 艾弗森 米勒都留下过经典 他们都欺负过乔丹 可是这三个人只有艾弗森最终成为了乔丹的朋友 让乔丹散不绝口 因为艾弗森是真心对乔丹 英雄相惜 而伊赛亚托马斯 米勒和乔丹只能是陌路人 我以为是区域的 那边乔丹 不得了 这个人 这些人